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萌 我跟你讲啊 中国真的是一个盛产低端loser low逼 low到无下限的那么一个地方 我跟你说 哎这个这口气我觉得先顺一下啊 这个胡友平女士 十五未寒啊 几个月前以一己之力保护了那么多 对吧这个苏州的小学生 然后自己英勇变成了劣势 然后当时这个事情呢就春秋比法 是吧 国家那边就说啊 因为一个什么什么胡女士 什么建议勇为 然后什么什么 把这事轻描淡写的给弄了过去 然后导致很多人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苏州当地人可能知道 然后外网那些人知道 对吧 日本下半旗 然后大家可能知道有这么个事 后来那个凶手是谁啊 消耗法外了吧 就我发现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对凶手的这个隐私保护都贼拉好 哇靠真的是 这个我不想骂三三字经啊 但是真的是气不过啊 这才过了几个月 深圳啊 一个我觉得是在中国改革开放 这个相对文明的一个窗口城市 然后在这看到什么巴黎的凯旋门什么的 微缩版的一个景观就发现哦 原来可以从这里一展世界啊 一窥是一窥世界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深圳可能是个好地方 哇在深圳居然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一个不知道是谁啊 多少岁多大成年男子多大什么样不知道啊 现在是隐身的 直接就把一个五岁的 不是五年级的一个日本学校的一个小孩 直接给当街袭击 是吧 结果没想就过来 然后现在非常好的深圳市民 包括可能是从四面八方赶过去的一些市民啊 买花的 对吧 让快递小哥送花的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来自一个中国人 是吧 就用自己的一点点 能力和心血来捍卫一点点 小小的一点点尊严 底库 是吧 每次夸杀有个人夸杀给你把底库给你扒到底 然后有一堆热热心市民说哎 对不起我们的良心 我 哎 就是这个事情每次一一说对吧 人百味杂陈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在当时录虎有瓶的那些视频的时候 我还穿了个红衣服 你还记不记得 我那我那天本来是想聊那个我是歌手 结果那天就愤愤不平的聊了这个 很不尊重逝者 然后那天就说 我就说这件事情 我当时我就说 这件事情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发生 第一 中国的仇恨教育从来就未停歇过 从来就未停歇过 你还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 有有几个小孩 我们医院的小孩喜欢过来撸着玩 跟他玩什么的 那就是上来就是大概 呃 八九岁九十岁的孩子啊什么的 美帝国主义怎么了什么的啊 他们都不好 日本人又怎么样什么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沉浸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 这是他们下一代就是这样的 那那那这这个这个 这个无节操的loser和lobby们更是这样 他们本来就是被 这个社会抛弃的那一代 他们就是那个养老金脚不上的人 他们就是那个面对延迟退休之后 一点办法都没有 束手无策的人啊 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翻身 站也站不起来 上家庭也没有任何指望 是吧 然后马上他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危机或者怎么样 他就是最底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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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对吧 心地善良好一点的人 可能去送外卖了 可能去怎么样找条活路 哇那心地不善良一点的 或者心地怎么样一点的 对吧 或者说先天就有这个心理上的缺陷 或者说在这种社会成长起来 有几个是真正 对吧 心理上是健全的人就没有几个 对吧 一时半下这个怒气撒不出来 我跟你讲 好多这种 你看那种啊 打老婆的 对吧 这个 对老人不好的 对吧 怪老人的 对吧 打孩子的 绝逼都是在这个这个社会上面的loser和lowbie 哎呀 好吧 这 这 越是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看得起他 然后自己也无法生活独立生活和养活自己的人 越是一定是对他的父母亲啊 怨生再道 对他的家人 对吧 经常会扬起手来说要打老婆啊 甚至就是以耳光删老婆啊 都觉得他是他老婆不好啊 或者是他老公不好对吧 这个东西也没有性别歧视啊什么的 还有呢 就是觉得自己子女啊 也不是个玩意儿 是吧 就是 就是这样的人 越是这样的人 越能侧面证明这个人 在他的 小圈子 社会圈子里面 有多么的loser 多么的lowbie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就这个事情 中国盛产这样的lowbie 不是说在中国那边土地上有这样的lowbie 是吧 就从那儿出来的好多人 现在可能在海外 他可能一样是个lowbie 是吧 就在骨子里面脱不开这样一个东西啊 我不管了 反正录完这条掉粉掉粉的 我不管 就随便吧 好吧 就是lowbie这个事情啊 loser这东西是撸在骨子里头的 你但凡给他一个缺口 给他一个东西啊 但凡别人一珊瑚 他就能给你干出特别不靠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上次胡有平这个事件 第一 上面没有 在根子上面去反思 去全民的去探讨 这当然是不可能了 我在说什么 我在吃人说梦嘛 是吧 就是没有从根子上去反思 去对适者respect 对吧 然后对整个这个事件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这个东西 对凶手怎么样惩治惩戒 然后从高层去修复 这样一个关系 是吧 没有做任何这样的这个事情 你光他妈说引进外资 引进外资 对吧 上面就是一方面 左手引进外资 右手仇恨教育 真的 就是搞这种事情啊 就这个事情一定会一二再再二三发生的 你每一次媒体报道春秋笔法 就意味着你下一次更加春秋笔法 这次出出的那个蓝底白字的那个文章 你从那个上面 对吧 这个官方公告你是看不出任何 你以为就是一个社会事件 就普通老百姓看了这个之后 他没有一个外网的一个资源和殉道 你怎么可能会知道 哦 我是一个是一个中年男人残杀了一个 在日本的一个手无腹肌的一小孩 是吧 你根本就捕捉不到这样的事情 而且你想想像这样的事情 在中国每天 每时每刻有多少 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恶性事件在发生 是吧 全部都给你盖住 都给你压住 没有反思 是吧 然后天天就给你说 哎呀 这个又是某个节 某个纪念日 某个怎么样 啊 某个网红又说了这918又怎么样了 我立马给他封号 给他抓起来 给他怎么样 是吧 你不918 这第二天 919 马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是为啥 这都是有关联的 好不好 还有就是 前几天啊 上个礼拜吧 这个 呃 中国不是侥幸残存的 一丝希望啊 进入到下一波的这个世界杯冲击的这个小组循环赛啊被日本干了个0比7是吧 这当时当下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我就心里面略过一丝不好的预感我就在想说哎呀 就是日本日本队你好歹让中国队禁击一个球你好歹别0比7搞0比3啊0比40比5 是吧 但是我心里面我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哎呀可能人家有个0比10的一个实力已经给你饶到0比7了是吧 就这种事情都有可能会煽动那些loser心中的那个愤愤不平 凭什么 对吧足球上也赢不了 我在家里面对吧我也抬不起头做人 对吧 在工作上面我也是一败涂地我还能怎么样能证明我是一个血气男和阳刚之气呢 对吧 他干不了别的了 他只有向妇孺开刀 就只有从这儿能找到一点点作为所谓男性的一点点他妈的傻逼尊严 这就是事实好吧 而且你知道未来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一定会越来越多 一定会越来越多 就是他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螺旋向下伸展的一个一个螺旋 然后把这一批人全部都卷到那个螺旋的那个底处和深处 哎呀这个悲剧的根源啊你不去溯源你不去反思 他是会接踵而至的啊 他是会一次比一次更加强烈 他这个这个就是哎呀所以所以真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啊 有点能耐的有选择的走吧 真的啊我上一期录的那个视频给8090后的人说啊 给他们说这社保啊延迟退休之后你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啊 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好行而上啊啊 什么教你怎么做读书做人什么的 我觉得好多话都白说 我觉得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一个事情啊 远离是非地 趋利避害嘛 对不对哎呀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落到这吧 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了 然后如果你对这话题有什么想法的话 在评论区们留言嘛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